2月22日下午,71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在火神山医院治愈出院。 这是目前火神山医院组建以来出院人数最多的一天。 记者看到,出院患者精神状态都非常好,均无需搀扶。 在出院前,医护人员会对他们进行全身消毒。 今年67岁的王女士在出院前还量了最后一次体温。 她表示,最感谢的是火神山医院的医护人员,出去后要为国家做贡献,回报社会。 今天出院就是很感动,很感激,很激动。 医护人员真的是他们白天晚上都不辞辛苦地在这里照顾我们,真的是很感动。 出去做的,最想做的就是为国家做一些贡献,做一些发一次自己的疑热吧。 据了解,为做好住院患者的科学救治工作,火神山医院不断总结诊疗经验, 严格落实查房、诊疗、病例讨论、专家会诊、感染控制、心理疏导等制度规范, 并根据国家指导方案提供的中药处方,为不同情况的病人提供四种汤剂。 我们火神山医院对中医还是非常的重视,我们专门把所有的中医医生抽组成一个中医专家组, 将每个医生负责三到四个病区,定期在病区里巡回,然后对病人进行辩证失智。 据医院中医专家介绍,随着移动式中药房和颗粒剂机器的投入使用, 可以根据医生开具的针对性处方进行调配,更利于患者治疗。 这批患者出院时,火神山医院还专门为他们免费准备了一定量的中药, 帮助他们在居家隔离期间更好康复。 这批患者治愈出院后,火神山医院立即对控出来的病房和床位进行打扫, 清理、消毒、更换新的床单被褥,尽快着手收治新的确诊病例。 截至22号晚,已有155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陆续康复出院。 出院病人还需要接受两个礼拜的医学观察, 这个过程中间不能让病人自由地流动, 也不能让他流逝在社会上,增加社会的很多负担。 这样的话,我们整个病人的全流程管理, 从诊断到核查到治疗到出院后的观察, 这样的整个体系就非常严密了。 那么从这里来讲,理论上可以保障病人的万无一失。